走在路上很难不被警察处处发现 但是它永远不会被1087 你感觉你又醒了 真的太爽了 内燃机的快乐 不是简单的 零百加速就能够替代的 接下来让我们来点上头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不想擦边 却总被认为在擦边的周大哥 那我这里呢 有一个愿望清单 都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一些车型 那今年呢 我决定要从这些车里面 挑一台车提回家 今天我们先来拍领克零五家 这台车远远的你就能分辨出它 因为这个绿色实在是太扎眼了 当然最令我心动的 无外乎就是这个排气声浪 它真的太爽了 原厂能有这么大的声音 真的太爽了 朋友们 内燃机的快乐 不是简单的零百加速 就能够替代的 我敢保证 没有谁能够抵抗这样的驾驶感受 踩下油门的那一刻 你绝对能够找回 你二十岁青春的感觉 你感觉你又醒了 因为金型它又回来了 但是呢 如果堵车 你可能会有点烦 其次原厂的这款套件 前唇是弹纤维的 侧裙是弹纤维的 尾翼还是弹纤维的 运动属性确实是给你拉满了 如果说非要选一台家用SUV 同时呢 你也喜欢想要一点点改装的内容 而且非常的注重驾驶乐趣 那么我觉得这台领克零五家 可以放入你的购买清单 那这台车呢 其实已经出来很久了 我们还是简单的 来回顾一下它的配置 那全系呢 领克零五都是标配的 一个T5发动机 零五家呢 搭配的是一个性能版本的 叫EVO T5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它可以有265的马力 最大380牛米的扭矩 百公里加速 最高可以达到6.5秒 并且它搭载的一个变速箱 是爱信的8AT变速箱 这个变速箱最大的特点 就是非常的平顺 你在换挡的时候 感觉不到任何的顿挫 并且呢 这个变速箱可以保证 整体性能的情况下呢 保证车子的损耗降到最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刹车啊 这个刹车叫做阿基波罗 是时下最火热的一个品牌啊 有很多小伴可能不太知道它 给大家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它呢 它是源自于1929年的一个刹车品牌 它呢 是给保时捷 还有奥迪的高性能部门 来提供刹车卡钱套装的 那比如说奥迪的S4 S5 上面用的这个6火车卡钱 就是他们家制造的 那我们现在所采的这款呢 是领克跟阿基波罗 进行了一个4火车的定制款 它的最短的 百米制动距离 可以达到34米哦 那性能呢 毋庸置疑啊 这几天使用下来 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好用 底盘呢 我觉得也不用做过多的介绍了 领克的性能大家应该都是 非常的熟悉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说点俗套的 既然是买车呢 对于我这种穷逼来说 自然是什么都想要了 对不对 那价格啊 空间啊 性能啊 还有配置 呃 这些呢都是买车的必选项 对不对 那这台领克05的性能呢 毋庸置疑已经达到我的标准了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空间 朋友们 这空间我175躺在里头都不过分 好吧 那再来看看内饰啊 我觉得它的内饰设计真的颜值很在线 阿堪塔拉运动座椅全景天窗 这些是不是满足了你对一台车喜好与否的加分点呢 而且它的智能化设备配置 大家看啊 8155的芯片搭配NOA领航系统 变道辅助醒神模式 而且未来还可以升级一键泊车功能 对了 它还会计算四面八方与你车的距离 然后给你提供主动刹车 这不就是妥妥的沃尔沃的安全技术吗 对吧 你想要的智能化功能全部都给你买上 这样一台SUV20多万的价格 你还想要什么 对吧 你觉得有哪台车能打 有 在我心里还真有这么一台车 二手的价格20多万 马力比05加大上41匹 并且还是AMG 没错 25万你就可以买到一台AMG 2020款的A35或者是A35L 306的马力 0百加速4.7秒 再或者你可以选择一个价格更加便宜的老款A45 只需要20万左右的价格 你就可以获得一个车况还不错的纯正小钢炮 听到这里是不是很心动 接下来让我们来点上头的 那05加呢我很喜欢就是它这个原厂的声浪 但是A35更胜一筹 毕竟是AMG嘛 原厂就会劈里啪啦的放炮 这个真的太带感了 而且你甚至都不需要深踩油门 手动调节至二档 然后再深踩一点点 松油 这个是不是很美妙 我跟你说这个我可以玩上一整天 而且从视觉上来讲 A35确实很战斗 这台车原本的姿态就很低 再配上前脸的风刀 隔山上面的AMG的标识 车身侧面的拉花 双边单侧的大排气口 硕大的后扰流 再配上尾翼以及它的声浪 走在路上很难不被警察叔叔发现呀 但是它永远不会被1087 都说开宝马坐温驰这句话一定不适用于AMG车型 它灵敏 方向精准 路感强 底盘也非常的紧绷扎实 但是听我说一句 它真的太硬了 今天我开始它逛了三个小时 我那个腰真的是酸得不行 咱就是说也不是天天下载道 这座椅能不能多给点棉花 听见了吗 脚腕子也巨难受 油门巨沉 还有那个方向盘大到离谱 我真的以为我在开大货车 你知道吗 它这个旋钮 它真的 我真的以为是车主自己改装的好吗 它这个分辨率是像素级别的吗 但是有一说一样 奔驰这个氛围灯是真的炫 我给这个 空间只能用桌襟见肘来形容了 长4米4 宽1米7 高1米4 前排副驾如果做1米8的大汉 这后排只能做一个家庭的第三成员 也有可能是第四度已经 但是这后备箱真的还可以 先备的 毕竟我还可以坐在里面打坐呢 我 那这两台车的价格都在25万左右 05家是国产性能SUV A35是进口小钢炮AMG 那一台配置拉满 空间有足够大 性能也还算不错 那另外一边 舒适度很差 空间也很小 但是论性能有AMG的血脉压制 所以这两台车我到底怎么选呢 并且它们一个是新车 一个是二手车 不如评论区的你来帮我选选吧 我是不想擦片 却总被认为擦片的周大哥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